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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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禮拜講到 柏拉圖對他理想國的建構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他這麼一個非常有創意 又讓人覺得這個 啟發非常多的想像 但是又覺得 根本就是意想天開 很荒謬的這個政治學這樣 大家可以想見 任何一個政治社群的維持 大概都需要四種德性 例如是節制 如果大家慾望不節制的話 這個政治社群大家就是不斷地追求自己的 這個私人慾望 那政治社群來很難維持 那也需要這個勇敢 對不對 因為你有時候你需要去勇敢的去對抗這個 侵略你的這個外敵 大家知道勇敢的一個基本定義對柏拉圖來說是 當你擁有著一個這個城邦是公正的信念 然後你努力的去維持你城邦的政治體制 那即使遇到危險的時候 遇到恐懼的時候 你都努力的維持它而不退去這樣 那所以它包括了面對外敵 外敵威脅到你這個真正城邦的政治體制 然後你相信你的體制是公正的 所以你會努力的去抵禦外敵這樣 那也包括了這個面對你的城邦內部的 各種威脅的時候 你會鼓起勇氣來繼續的為這個城邦這個 公正的體制的奮鬥這樣 之後勇敢 那勇敢大概是需要的 那智慧當然我們也會覺得是需要的 在我們這個啟蒙世代裡面 我們一直都會覺得知識是很重要的這樣 對於政治治理來講 那公正我們也覺得很重要 所以說柏拉圖他在發展他的城邦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認為這四個德性很重要 我們大概不會跟他爭辯 我們會覺得的確很重要這樣 那當代的政治體制 我們會好像以為德性不重要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這個 我們有收一些公民與道德教育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柏拉圖要來去設計我們這個公民課綱的話 他就會講說 這個你們公民課綱完全走錯方向 公民課綱應該在意的是這個 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這樣 他也是公民 成為一個好公民的根本這樣 那你們教這麼多這個社會科學知識 也許這個要等這個體育和這個音樂教育 教得好之後才這個再教這些知識這樣 那你看他很有趣 他認為說一個好公民的養成 尤其是一個要從政的參與政治的公民 他必須要具備勇氣 那你勇氣從何 而且他這個勇氣必須要是 能夠被這個理性溝通的勇氣 那這種能夠被理性溝通的勇氣從而得來 他認為說勇氣 要培養這種勇氣 實際上培養這種靈魂 那培養這種靈魂 最好的方式就是體育教育和音樂教育 這樣 所以古西亞人他們經常會去練 練身體 把身體練得很強壯 對柏魯來講 那個其實是在鍛鍊你的勇氣 如果你是一個從小不喜歡體育運動的人 柏魯覺得說 你大概面對危險恐懼的時候 你就會退卻 沒有那個勇氣起來去 去Defend 你想要Defend那個生活價值這樣 所以體育運動事實上 他的真正目的是 要去鍛鍊人的靈魂 大家要記得這一點這樣 他不是鍛鍊你的身體 他是鍛鍊人的靈魂 而且是有勇氣的這個靈魂這樣 排到開始有一些什麼柔道課啊 什麼什麼課大家可以去上 然後你會去訓練 你在面臨危急的時候 你必須要冷靜 你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其實在訓練勇氣的一個過程這樣 可是訓練勇氣的時候 你事實上是在去 去鼓動人心中的某種 這個氣概氣血這個成分這樣 那這個氣血這個成分是危險 所以不太會要利用音樂 能夠讓你能夠去這個感受到 你看這個宇宙的這個理性是和諧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品位 所以當你在國小國中高中 介紹比較好的體育和音樂教育之後 你在高中大學聽到一些真正比較好的 社會科學知識和政治學知識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而然聽得進去這樣 男生不怕所對公民教育的這個理想 那我們當代對於這個個人的看法 尤利斯在這個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之後 大多數都忽略了這個德性這個部分 所以晚近這二三十年來 事實上整個德性的這個討論重新興起 大家就會回去討論這個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 尤利斯多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不過即使我們大概能夠了解到柏拉圖所說德性的重要性 我們還是會懷疑說 可是我們當代對於公民的理想 我們會希望大家四種德性都帶在身上 對不對 我們既希望你成為一個有節制 有勇氣 公正有智慧的人 我們希望你全部都有這樣 我們每個人都被期許全部都有 對不對 那對柏拉圖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 他會覺得說 事實上每個人的天性不太一樣啊 有些人他就是喜歡榮譽 有些人他喜歡追求智慧 那有些人他事實上就是喜歡追求金錢 他一些比較身體的慾望這樣 那柏拉圖大概不認為說教育可以改變 徹底的改變這樣一個人的這個天性上的限制這樣 那這是我們當代跟柏拉圖最大的這個差別 我們大概會覺得是有可能去改變的 而且我們當代各種腦神經科學不斷的發展 發現人的老 事實上只開發的不到百分之十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去一直往下開發下去 大家可能就不會 就可以突破那個自然限制這樣 可是對於柏拉圖那個時代來講 這個自然限制是很明顯的 所以柏拉圖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就不讓每一個人 到他的天性去適合他做的事情這樣 那可是你的天性跟你真正主觀的喜好會不一樣啊 對不對 柏拉圖說那沒有辦法這樣 如果我們為了整體成幫好的話 即使你是一個這個 主觀上很想要去打仗很有勇氣的人 可是你客觀上你就是做不到 那我們就不會讓你成為一個戰士階級的人這樣 那你主觀上很想要去統治的人 你覺得你很有智慧 可是你事實上你就是 智慧能力上有侷限 那柏拉圖人員你不可以這樣 所以柏拉圖他就設計一個想法是說 那我們就是按照每個人的天性 讓他做他最適合做的那個政治階級的工作這樣 對不對 而且我們給每個階級最好的適合那個階級的教育 而且我們給他們安排最好的生活方式 讓他這個可以去節制他可能會帶來的危險 所以我們對戰士有他的這個教育的安排 生活方式的安排這樣 那這樣的話每個人在他這個位置上的話 把他這個符合他政治天性的這個部分做得最好 而且有危險的地方都受到基本的節制 因為我們都看到風險了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非常完美的這個措施這樣 而且我們還這個利用這個高貴的謊言 讓大家覺得這個彼此是兄弟姐妹啊 然後我這個政治位階是神定的 所以我也不能說什麼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安排讓大家覺得大家是兄弟姐妹 然後大家好像一體一樣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一種一體感很強烈的話 那你就會把城邦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這樣 那我們好像就好像就克服了這個 大多數城邦都會面臨的問題是不是 所以在什麼意義下這個 我們覺得理想國是理想的 就我們乍看之下覺得非常的horrible 超恐怖 這根本就是這個恐怖科幻片的劇情對不對 事實上現在的科幻片 這理想國劇情都是學這是柏拉圖的這樣 就過度理性的社會 過度階層化的社會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去理解柏拉圖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想 你看我們來講 為什麼在什麼意義下 理想國是最理想的 那這個最理想 對柏拉圖當然實現了某種 政治社群他覺得最好的一種common good 那為什麼政治社群實現了一個 柏拉圖認為最重要的common good 那我們首先要注意到 柏拉圖認為最理想的這個 理想國的建構 他會說他會 他其實第一 一開始他就會說 這是一個我們在言語上 理性論述上能夠建構的最理想的城邦 意思是說在現實當中啊 這種城邦是很難出現的 柏拉圖完全承認這樣 他幾乎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 但是他並不是絕對的不可能 他只是非常非常不可能出現這樣 柏拉圖第一個就承認這一點 柏拉圖經過的城邦是現實中很難出現的這樣 那他即使會出現 也是非常非常偶然的這個機會 他大多數都是不會出現的 那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這個 幾乎不會出現的一個城邦 然後你要告訴我們 這麼一個美好的這個理想 好 你看 對柏拉圖來講 他為什麼最理想 我們可以來推敲看看 你看 所以他說 如果每一個階級的人 都在一個最適合他的位置 然後接受最適合他們的訓練 而且抑制他們的缺點 以幫助他們把這個位置的工作做到最好 那你可以想像 什麼意義下他是最理想 積極面來說 你可以想像這個城邦 這個經濟社會的這個生產品 來自非常豐富的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生產階級的 裡面每個按照自己的天性 做最適合的工作 所以我們有最好的農夫 最好的工匠 最好的醫生 最好的這個建築師 最好的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城邦的這個 因為每個人都one man one art 所以大概我們擁有的這個 財貨是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豐富的這樣 那我們這個城邦也是最安全的 因為我們擁有最勇敢的戰士 而且最勇敢 但是受到最嚴格的節制 他公欺公子共產 所以他不會想要去 因為私有財 而去掠讀他的這個同胞 所以他也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能夠保衛城邦 而且他也是能夠聽盡理性的 那你有這樣一個戰士階級 你難道不是一個最安全的一個城邦嗎 對不對 那我們又有一個這個 有智慧又能夠公正付出的一個統治者 能夠有 而且他又真正的關心人民 把人民的利益當作是他自己的利益 而且他又有智慧 那我們又有這個 最高的這個哲學家 他最後能夠因此自己的 不斷去調整我們需要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制度 和我們的這個生活方式這樣 你看這樣看起來他最安全啊 對他最強壯最持久 而且我們擁有的柴禍也最多 而且他當然是最理性 最理性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都按照他的天性 做最適合他做的事情 而且就是把那些東西做得最好 所以這個城邦有這個理性的 這個分工的這個狀況 大概是一個最好最好的一個狀況這樣 這樣不是一個最理性 成功理性分工的一個城邦嗎 那消極來說他當然就截至的 所有我們城邦會遇到的危險 我們會有最少的這個內在的衝突啊 那每個人都想要去 佔據一個最高的政治位階 這樣一個慾望就會被截至啊 等等等等對不對 這是我們城邦享有的common good 那大家覺得他立不理想 那這個時候事實上這個 Glaucon就問這個布拉圖一個問題就說 可是啊 因為Glaucon是一個 很有可能在雅典成為這個統治階級 他是一個戰士階級 他是一個貴族這樣 從小接種很好的這個軍事訓練這樣 他就說啊 可是我看來看去啊 我都不會想住在裡面 他說如果是我 很可能我在裡面就是戰士階級 或是這個統治階級啊 可是我覺得他們一點都不快樂啊 他們的快樂 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私人的房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快樂對不對 而且他沒有自己私人的財產 擁有財產對我來說是重要 因為我擁有財產 我就可以去幫助我的朋友 那我朋友就會很喜歡 我會很喜歡他們 我可以展現我這個大方 這個非常Generosity這種Virtue這樣 而且小孩和我的家人 是我最親愛的這個快樂的權緣這樣 你全部都剝奪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快樂被你剝奪了 這樣你還認為我在你的城邦裡面 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這個所以個人 每一個階級的人在裡面 他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快樂啊 其實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對不對 不管你是生產階級 你是戰士階級 你是統治階級 你是哲學家都沒有辦法實現 哲學家他事實上整天只想要研究哲學啊 可是他事實上在這個理想國裡面 他就被強迫去當這個 這個哲學家的統治者這樣 國阿盧實上有一個設計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國家 有這個幾個哲學家的話 真正的哲學家的話 我們就輪流讓他們統治 每十年統治一次這樣 那十年統治後 他就可以休息換別人統治 那大家輪流統治的話 他就可以享受被別人統治帶來的好處 因為他自己覺得統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就連哲學家在裡面都妥協了 每個人沒有辦法獲得他覺得他最大的快樂 這樣會是一個好的城邦嗎 那這個common grid 他不就是一個happiness的意思嗎 那我們這個城邦理想上應該來說 大家都要共同的很大的快樂才對啊 可是看起來每一個人都很不快樂 而且那個戰士階級最不快樂這樣 他什麼都沒有這樣 難道他只為了有榮譽就覺得很快樂嗎 這好像不太可能 即使是戰士階級 事實上大家還是會想要有石油菜 因為他主要很大的快樂是來自於那裡這樣 那你全部都剝奪了這樣 那伯拉斯的回應很殘酷 他就講說 欸 你看人的身體啊 你會覺得一隻手 就應該越強壯越好越美麗越好嗎 或是眼睛應該越大越好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每一個東西他的官能是配合整體的這樣 所以你這個戰士階級 你作為一個好的戰士階級 你就要配合整體啊 所以雖然你自己本身的快樂被剝奪 可是對整體來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 那高空就會反映說 整體快樂 common happiness好了 和我這個individual happiness有距離啊 你的common happiness 為什麼不是大家的happiness加種起來的 顯然不是對不對 因為大家的快樂都被剝奪了 所以你這個common good common happiness並不是大家的家種 而是某種理想的公正美麗的城邦在那裡 然後你彷彿覺得說我們分享了它之後 我們就分享了某種喜悅 我承認我好像分享了某種喜悅 不知道可能會說 因為它看起來是一個聯繫中可以想像 會最公正的城邦這樣 可是我個人快樂被減少到很多很多 這是一個不可爭的一件事實這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個人的快樂和這個城邦整體的快樂 有嚴重的衝突 那 誒 國教徒其實沒有辦法回應什麼 這是一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說 你看喔 我們原本出發討論這個理想國的一個基本動機是說 到底正義的這個獎賞是什麼 因為看起來的人都想做不正義的事情對不對 那事實上最合乎長情的回應方式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相對公正的一個政治體制的話 公正的人就會獲得適當的獎賞 因為這是相對公正的政治體制嘛對不對 所以公正的人並不會面臨最不幸的命運 他也獲得相對正確的獎賞 那做壞事的人呢 除非你真的有隱形斗盆或是隱形戒指 不然你就會獲得相對正確的懲罰 對 所以只要我們這個公正體制設計的好 我們就可以解決 一開始那個全新馬克思這個挑戰這樣 每個人都想這個 追求不正義的事 而且追求不正義的事情 可以獲得最大的獎勵這樣 那我們理想中最正常的回應就是說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因為這是一個不理想的世界 不理想的世界當然就是不公正的人 不會獲得懲罰 所以他會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樣 可是如果他是一個相對公正的懲罰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這樣 可是相對公正的懲罰很難實現啊 所以全新馬克思還是有很大的威力是說 沒有沒有 可是實際上大多數的懲罰都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現實生活中就是不義的人 多半可以獲利獎 而且獲得最大的利益 可是我們來看柏拉圖的這個回應 我把他回應更怪 他回應是說 即使我告訴你 而最理想公正的懲罰長長什麼樣子啊 在裡面生活的人 他們理想上他們是讓他們的生活方式 就是按照公正的這個原則去設計的 所以工匠做他該做的事 戰術做他該做的事 同志做他該做的事 大家的行為對外都是公正的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都變公正喔 可是大家都不快樂啊 但是他沒有因此獲得 你曾經承諾我們那個正義的這個reward 對不對 你曾經承諾我們說 正義是一種art 這種art不僅是對外也是對內 我如果能夠對我個人內部 安排我生活中各種各樣的good的話 我就也是一個最快樂的一個人 因為我們知道追求任何的good的目的 就是為了追求快樂 那你如果能夠對市長安排我內部的good的話 那你就可以告訴我什麼是最大的快樂啊 所以從事正義的人 應該是一個最大快樂的人啊 這曾經你在第一書承諾我的一件事情這樣 不然我幹嘛聽你繼續聽下去這樣 可是你最後接著來這個理想國沒有 大家都不快樂啊 那到底你在幹嘛這樣 好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 還問他就說 可是你看整體啊 整體有一個這個非常美好的一個這個狀態 而且他是最理性的啊 每個人最大適合最大的 最適合的這個位置啊 那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很好嗎 這很怪齁 不知道我就只能這樣回答這樣 所以他沒有辦法真正回答說 那我是不是獲得一個最大的reward 就連哲學家都沒有 哲學家這個有一些有一些沒有 他因為要被強迫統治這樣 對不對 那戰術界是被剝奪最大的這樣 對不對 那看起來 華盧師傅在說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回到這個 Edward Snowden 都忘記這個人了這樣 就是說 看起來我做公正的事情啊 做所謂的完美公正的事情啊 我個人的主觀的快樂 並不會獲得最大的滿足 主觀的快樂 包括我自己能夠理解的所有的快樂 不管是工具性的 或是我這個內在的快樂 我都沒有辦法覺得我獲得最大的滿足 所以我不覺得行史真理會讓我有reward 有一個最大的reward 對不對 我頂多覺得說這個公正的城邦 聽起來非常美好理想 每個人都在他礙適合的位置上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去做 可是我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我應該參與這個城邦 因為這個城邦是按照 最公正的原則來設計的 可是我應該參與這個公正的城邦 跟我能夠成當 跟這個城邦中獲得的我主觀個人的快樂 是分離的 所以柏拉圖好像在講一件事情 是我們其實後來 現代人比較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做公正的事情這件事啊 它就是你該做的 你理性上告訴你該做的 你能不能夠獲得正義 帶給你的那種內在的喜悅啊 然後這個喜悅讓你覺得你並不是痛苦的啊 大概是非常非常困難這樣 它就是你該做的 所以這是Edward Snowden的一個處境 Edward Snowden其實我們當代人的處境 我們當代人事實上在這個 新教的影響之下 你知道新教後來 基督教後來心理之後 對這個古西亞哲學最大的 或是古西亞人生活方式 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說 古西亞人他們是一個很陽剛快樂的一個民主 因為他們覺得做公正的事情和快樂是合而為一的 所以他們會去苦苦追問 為什麼我從事正義沒有辦法獲得快樂 因為他們相信是合而為一的這樣 可是 可是這個基督教心理之後 基督教沒有 基督教會告訴你說 啊 你真正的快樂你死後會享受得到這樣 這輩子呢 你就是做對的事情就對了 不管多麼痛苦就是做下去 該做的事情就是該做的事情 對 這是基督教的一個基本倫理這樣 你這個是 在此事你感受不到做對的事情 你的快樂是因為你的人心有缺陷 那是因為這個亞當夏娃凡的錯這樣 可是當你死後如果真的上天堂的話 這個上帝就會保證你這個最好的快樂 可是你此事呢 聖經教你做什麼就是做什麼就對了 你就是做該做的事 你不要去想在此事中能夠獲得 這個該做的事情的這個回饋這樣 那後來到現代事實上 康德更是復興這種倫理觀念的這個人這樣 甚至我們當代都是 事實上上禮拜有一個學生下課之後就來找 問了很快 他在想說 為什麼正義要獲得reward呢 做正義的事情本身不就是一個尊嚴嗎 我會覺得我在做正義的事情 我覺得我有某種尊嚴 雖然我可能遭受各種痛苦 可是我覺得那個尊嚴本身就是我該做的事啊 那這個尊嚴不一定帶來快樂 因為事實上我就是被剝除了非常多事情 可是我還是覺得那個是尊嚴啊 所以正義好像是某種其他的要求 你應該做 尊嚴上你就是該做 然後他好像跟快樂沒有必然的這個關係這樣 柏拉圖好像有點暗示這個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這個想法這樣 他非常奇特的提出一個解讀 一個理想國的這個設計 並不是我們理想中能夠回應這個 垂形Marcus的那種一般人的這種回應方式 一般的回應方式很無聊這樣 因為當然在理想公正 公正人就會獲得理想的這個reward 好像就解決問題了這樣 那柏拉圖不想說這種謊 他覺得知識上就要說真話 即使在最理想的城邦 沒有人會獲得一個正義的reward 大家都還是主觀上被剝奪很大的快樂 可是你還是會覺得是一個公正的這個城邦這樣 這件事情會回到我們第四個命理就是說 知識和德性真的合一嗎 你看對於柏拉圖或是對古相人來講 knowledge是等於virtue的 這個knowledge當然不是指那種技術性的這種知識 他就是指你對人生的知識 尤其是人生要對求哪些good的知識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都是想要去追求good的話 最重要的知識當然是對good的這個知識 那對柏拉圖來講 你只要是一個知之不倦了解什麼是good的人 而且你了解了你就會去做那個德性的事情 就去做有德性的事情 如果你說你了解了 可是你因為意志的脆弱就是做不到 柏拉圖會說沒有但是你沒有真正的了解 你如果真正了解誠實這個價值有多重要的話 你就會努力去誠實 你覺得不可能在某些時候是該誠實的時候不誠實 如果你因為意志的脆弱而不誠實的話 那其實你不懂得真正誠實的這個知識這樣 對古希臘尤迪斯柏拉圖這個派系人來講 知識就是德性 真正有真知的人 他就會是有德性的人 因為他最了解 因為這個其實跟他們這個快樂論是相關的 因為如果從事德性最後最大的目的 是獲得最大的快樂的話 那從事德性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背後有一個快樂在引誘你這樣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古希臘認為德性和快樂應該是合一的這樣 所以你越了解快樂是什麼的人 你當然就越容易這個從事有德性的事情 因為德性和快樂是合一的 可是事實上就是有問題 基督教也不相信這個 後來挑戰整個顧下文明基督教 第一個命題就是把古希臘尤迪斯柏拉圍去講 他說最有德性的人在我看來 一向都不是那些自知不倦的研究哲學 或是神學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 一向都是那些最頻繁的 在這個農間工作的這些農夫 這些女士們這樣 這些勞動階級 往往最有德性的是他們 不是那個最有知識的那群人這樣 最有知識的那群人 反而都不是真正非常有德性的那群人這樣 對不對 我們當然事實上也 對康德來說一定是這樣 就是我們如果後來讀到康德的話 對康德來說 德性就是你能夠去接受你理性告訴你該做的事情 理性告訴你該做的事情每個人事實上都會聽得到 所以每個人能不能夠做到 一般人真正德性好的人 他能夠做的好的程度 完全不會遜於這個哲學家或是高級知識分子 而且說明更好 因為高級知識分子通常這個欲望很雜 所以他們可能會這個通常都有各種誘因 讓他們不去做有德性的事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後基督教的一個當代社會 我們事實上也不太相信知識和德性合一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不一定是對的 大家知道我們不一定是對的 我只要對比說這個古西亞文明和我們這個文明 到底有多少不一樣這樣 這樣大概就是我們學到了這個柏拉圖 這樣大家滿意他給你們的答案嗎 一定相當不滿意對不對 那這個power point大家可以回去看 這邊還有討論到這個知識和政治生活的這個衝突 就是哲學家雖然是最好的城邦捍衛哲學家 他並不會想要統治這樣 而且一般的社會 事實上是不會接受哲學家來統治的 所以一般社會和哲學家是會有衝突的這樣 所以事實上柏拉圖認為說 真正的哲學家在這個世界上 最好過一個默默的隱居的生活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他是誰這樣 不然你就被蘇格拉被打死這樣 那哲學家他唯一可以跟他match的城邦 只有最理想的理想國 那他就是要當皇帝 他如果沒有在那個城邦的話 他就是最好做一個默默無名 沒有人知道的一個人這樣 那這個是哲學知識和城邦的一個根本的衝突 這個跟我們啟蒙的相反上是相反的 我們啟蒙世代的我們也相信 越多知識政治會越好對不對 這好像跟柏拉圖一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聽到哲學家皇帝 我們不會太驚訝 因為我們當代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崇拜知識的一個啟蒙後的一個世界這樣 可是柏拉圖跟啟蒙不一樣 柏拉圖他最終認為知識和政治是衝突的 可是我們啟蒙最後認為知識和政治是合一的 我們啟蒙認為越多知識政治一定越好 而且他就是合一的 可是對柏拉圖來說沒有 因為合一點在哲學家那個人身上 如果不是哲學家在統治的話 那就不是真正的知識在統治 可是哲學家能夠統治的城邦只有最理想的城邦 那個幾乎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在一般的這個非理想的城邦裡面 哲學家最好是躲起來的 真正的知識最好是躲起來的 不然真正的知識就會打死這樣 所以大家也知道柏拉圖先把思商跟當代是非常非常不一樣這樣 那到底有沒有柏拉圖所謂那種知識 這個我們也都很困惑這樣 那大概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這個柏拉圖就到今天為止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人是一個政治的動物這樣 我們同樣這個在講一個 主題之前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人是一個政治的動物 我覺得從這個故事出發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出發點 就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部這個 好萊塢的西部片 叫做真實勇氣 True Great 好 大家如果看西部片啊 大家要知道西部片 它做了一種美國的這個 對於這個城邦之外的生活的一種 故事神話和想像 它對美國大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樣 就是美國人他們透過西部片去想像 人如果在一個法律薄弱的一個世界裡面 你看你知道西部那個時候就是法律非常薄弱對不對 一個鎮長頂多就是一個鎮長 那個鎮長他就是有一個監獄這樣 然後他配著一個槍 大家看看西部片 然後幾乎他就是主要的這個執法者 所以那時候法律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然後在這個鎮之外的這個荒野 幾乎就是沒有什麼法律在執行的 所以要去注意到 美國跟他們的西部片 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改變 從1950 60 70 80 90 90 到2010最近這樣 他們西部片的變化 其實跟他們美國政治的變化非常相關這樣 因為美國人是 其實大多數現代社會的主要的 其實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主要思考 說你怎麼去理解你現在政治生活是什麼 它其實跟你去理解 人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生活去做一個對比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人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生活的話 他會非常密切的牽動到 你對於政治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基本想法這樣 不管 我們找到那個真實勇氣這樣 我們這個一點點而已 就是不要講太多這樣 就是說這個一個小一個這個 不知道什麼時代的西部的這個小鎮上 可能是17 18世紀吧 然後小鎮上有一個農夫 然後農夫有一個小孩 然後他是一個家庭過人和樂這樣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這個農場這樣 然後這個老爸他是一個這個非常正直 而且這個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小鎮上的這個生活的這個參與者這樣 可是有一天這個老爸他去鎮上這個 處理一些這個交易貿易的事情的時候啊 他因為去介入一個爭吵 因為他就是發現這個有一個酒鬼 在和一個小鎮上的人就爭吵 然後他就去介入這樣 就是這個酒鬼就開槍就把他殺了 然後把他身上的錢全部都搶走 然後就逃出正外這樣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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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消息就傳到這個小鎮上 就傳到這個這個他的這個家庭裡面這樣 然後那個女兒聽了就覺得非常的傷心嘛 然後他就決定要復仇 然後他不知道怎麼復仇 因為那個那個歹徒他他躲進了這個荒野裡面這樣 那他就到小鎮上去尋求這個 這個執法人員的這個協助政長這樣 然後這樣就說啊 其實我知道那個歹徒是誰 他其實就惡名昭彰的誰誰誰誰這樣 那他這樣躲進去是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他們有一群這個夥伴 所以沒有任何人敢跟你一起進去這個荒野中去追殺他們這樣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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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他就非常的非常的氣氛 他就說可是這樣你們難道法律都沒有用嗎對不對 難道完全沒有辦法能夠把這個人繩之以法嗎 然後那個政長就想想說 事實上這個我們有一些賞金獵人這樣子的一個角色這樣 就是他如果逮到那個歹徒 然後如果帶到這個鎮上來去交給執法者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獎金這樣 那我們鎮上正好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賞金獵人 你可以找他幫忙看看這樣 然後這個女兒他就用盡了各種辦法就是獲得那個賞金獵人的這個同意 那賞金獵人就是等一下有刀疤啊 然後這樣喝酒啊 就典型的那種在西部片裡面那種非常弱魄替塔的那種難出腳這樣 然後他就帶一把槍這樣 然後就跟他就進入這個荒野裡面找那個歹徒這樣 然後那尋找的過程他就發現了 在這個沒有法律的這個黃西部荒野的世界裡面啊 每個人身上已經帶了一把槍 那每一個人活命的能力就是看你誰槍拔得快這樣 那中間有一段故事是這個小女兒他就被那一群歹徒抓去了 把他當做人子 因為他們其實很害怕這個男主角就是這個賞金獵人這樣 他們很害怕他 所以把這個女兒先逮捕起來 然後要誘死一個陷阱去居殺這個賞金獵人這樣 然後這個小女兒他就在他就發現即使這群這個 這群人裡面啊 就是他殺他的這個歹徒這個 就是聚集類群人裡面啊 這裡面呢幾乎每一個人身上也都隨時帶一把槍 因為他們衝突的時候有可能誰就殺了誰這樣 而且這裡面呢不是強姦犯啊 不然就是搶到小偷啊 要不然就是這個殺人犯 大家事實上都過著沒有法律的一種生活這樣 然後他們生活就是這個喝酒很不節制 然後當然就是對金錢非常的貪婪這樣 每個人都想要賺錢這樣 那等等等這個 當然最後故事就繼續發展下去這樣 不過你可以想像 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是長怎麼樣 你如果是活在一個城邦之外 在一個這個西部的荒原裡面 是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生活 你看亞里斯多德描述 亞里斯多德描述 每個人都像是一個準備要打戰 充滿著打戰的這個慾望這樣 要跟別人這個決鬥這個慾望這樣 他有一句詞非常的這個 這個長杯傳送就是說 這個 如果一個人他天性 就不需要一個政治城邦 就能夠生活的話 就他天性 他天性 因為法律相信人的本性是需要城邦的 但如果有人他的本性就是不需要的話 亞里斯多德會說 亞里斯多德我說錯了 亞里斯多德會說這個人不是神 要不然就是野獸 只有神和野獸是不需要政治生活的 神的生活非常理想 他不需要法律 不需要制裁者來去管轄他 野獸也不需要 可是人啊 人如果沒有法律的話 人會是比野獸還要更糟的一種動物 人是會變成一種最糟糕最糟糕的一種動物 野獸至少狼群可能還會一起行動 對不對 那互相打架可能就是為了治保 或是為了搶奪交配的這個機會 人類更糟 人類如果沒有法律的話 比這些野獸的行為會更糟更糟更糟 人類會成為murder 會成為強暴犯 會成為歹毒 會成為小偷這樣 這是為什麼 亞里斯多德說法是說 因為啊 人類會使用武器 有沒有 動物實際上是不會使用武器的 可是人類使用武器 原本是要來幫助他 去實現他的德性 和他的這個 各種各樣的這個 智慧的這個實踐這樣 可是當你沒有德性 去節制這個人的時候啊 你用武器的這個人 他就會做最邪惡 最糟糕的一件 最糟糕的這個事情這樣 人如果在法律城邦之外的話 人就是一種世界上 最糟糕的一種動物這樣 那其實我們會 會開始去想說 是人的本性嗎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西部的故事 對不對 那個在荒原中的故事啊 我們可以理解 的確那個西部的荒原裡面 沒有法律的狀態之下 人是一種最可怕的一種動物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瞬間好像理解了 亞里斯多德在說什麼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沒有成本的動物是指 沒有成本的生活是指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泰山啊 你從小被丟遞在車子裡面 泰山是被誰養大的 星星喔 對 如果是被星星養大的話 你其實沒有成為最糟糕的一種動物 對不對 你可能就跟星星很像 那星星的本性沒有像 最糟糕的動物這麼的可怕這樣 那你如果去看原住民啊 原住民對亞里斯多德來說 大概就是還沒有獲得一個 完整政治生活的一群人這樣 他們還在一種 village 他們tribe的一種狀態之下這樣 欸 原住民沒有像他主說 成為一個最糟糕的一種動物啊 對不對 所以亞里斯多德說 人沒有成幫的時候 會成為一種最糟糕的一種動物 到底指涉的是哪一種人 這真的是人的天性嗎 這次我們會回去問 為亞里斯多德的一件事情這樣 而且這個對後來的這個 所謂的社會虛樂論者 會變得非常的重要這樣 人為什麼在一個 沒有法律成幫狀態之下 會成為一種最糟糕的一種動物 最後最根本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人的天性嗎 那其實其實是文明造成的呢 你看在這個西部荒野中的那些惡棍們啊 他們其實並不是太山 從小跟動物一起長大的人 他們也不是像那些比較和平的原住民一樣的人 他們事實上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啊 他們只是因為可能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 逃進了這個西部的荒野對不對 所以他們貪人他們想要金錢 他們有各種欲望 那這樣的人如果沒有法律解釋 他當然是很危險啊 對不對 這個只是一個我們可以去推敲的一個想法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說對人是真正的動物的一個第一個看法是說 人如果沒有成幫的話你不是野獸 你如果天性不需要成幫的話你不是野獸 就是神 那如果你兩者都不是你是人的話 那你又沒有成幫的話 那你就會成為一種最糟糕的一種動物這樣 這是這個亞里斯多德對於這個人是真正的動物的第一種看法 那第二種看法是說 我們要了解人是什麼啊 你看柏拉圖的講法 事實上柏拉圖就錯了 因為柏拉圖好像以為說在第一個成幫裡面啊 還沒有戰士階級也沒有正義的時候 那是一個最健康就是最真實的一個成幫這樣 亞里斯多德就說錯了錯了錯了 我們要觀察人是什麼啊 就如從你要觀察 你在地上如果撿到一顆種子 你要知道這個種子是什麼啊 你會怎麼做 或是你看到一隻毛毛蟲 你要知道那隻毛毛蟲到底是什麼啊 你要怎麼做 到底是什麼我們在問的是說 當這個種子或這個毛毛蟲 當他們內在的某種潛能發揮到最完整的時候 他當他長大到最完整最Complete 而且最self-sufficient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必要的事物了 你已經所有東西都擁有了 我們要看他長到那個最完整和最充分的那個狀態 我們才知道那它是什麼 所以一個種子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它是什麼 我們不需要把它種起來 讓它長大長大長大 它就長成那個蘋果樹 我們就啊原來它其實就是蘋果樹啊 這顆種子真正的意義它是蘋果樹的種子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它最後長成什麼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判斷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毛毛蟲當然也是啊 就一個東西它truly is why each thing truly is 它真正是什麼 你要看它開始演變演變coming into being的時候 當它成為最完整的時候 這就是那件事物真正的分子 所以一個種子蘋果樹的種子 它真正的本質是那個長大的這個蘋果樹 而不是這顆種子外型的那個樣子 一件事物真正的本質 它最後長成那個完成的樣子 而且它也會說每一個 事實上它還有包括肥生物 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宇宙觀 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它說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稍微有意志的生物啊 你總是為了什麼而去做這件事情 你為了什麼而去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你做每一件事都一定為了下一件 一定是為了什麼目的去做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你發展到那個最完整最充分的時候 那個其實就是你真正目前生活 所有的生活朝向了這個目標 那就是你最完整最充分的那個時候這樣 要怎麼講齁 這是有關它的一種對於人的一種行動的一種看法 你可以想想看 你生活中是不是做的每一件事情 當你去從事一個行動的時候啊 你這個行動的目的就要達到某個目的對不對 那你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還有進一步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達到下一個目的 那你為了做成這樣 還有下一個原因是你為了要達到下一個目的 那最後的最後最後啊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啊 你最後想要的這個最終的目的是一個 是一個self-sufficient 它有一個complete的一個狀態 在這個狀態啊 你所有必要的 所有必要的主要的重要的目的啊 全部都達成了 我們可以舉例來說齁 有一天呢 你媽看到你這個出門又回來這樣 他就問你說欸你為什麼後面又回來了啊 那你就說因為外面在下雨啊 那我要出門這樣 那你媽就會問你說 那你為什麼在下雨天要出門 他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那就是說因為我出門 因為我要跟同學們討論作業啊 那若君問你說 那你為什麼要跟同學們討論作業 那你就說 因為這本課是政治哲學的課啊 那老是說這個 如果好好做作業的話 對我將來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會有不錯的一個好的幫助啊 而且我會覺得有好的成績的話 能夠幫助我這個 未來在畢業的時候 能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而且我如果 人文社會科學生學的好啊 也許對我將來這個工作有一些幫助啊 等等等等這樣 那你一開始去指向的說 你事實上是為了畢業之後的 某一個目標對不對 那你畢業之後呢 那我們就繼續問你說 那你畢業之後呢 你是想要有一個 還滿適合你的工作囉 你就說對啊 我事實上想要找到這個 最符合我性向的這個工作這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這個 進一步的呢 去找到一個這個 適合我的一個家庭這樣 那也許我自己也不想要有家庭 現在多元成家嘛 那我就可以過著一個這個 一個人還不錯的一個生活 那我可以買一個我喜歡的房子啊 然後從事我自己喜歡這個 這個想要做的這個 4號興趣相關的事情啊 我身材還可以到處旅遊啊 對不對 那我就會問你說 那你為什麼要去 找這樣子的工作 成立這樣子的家庭 到處旅遊 那我會繼續說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 非常令我覺得 生活很滿足的一種生活啊 那我們就說 你這個東西好像不夠精確 要不要講得更精確一點這樣 那你就會說 因為啊 我最重要的目標啊 是想要我擁有一個生活 這個生活呢 是我所有 我生命中覺得重要的事情 這些目標 都是我已經能夠足夠擁有的 我生活目標 就是要最後成為一個 self-sufficient的一種生活 然後我想要的重要的 案子和目的 都是已經包括在裡面的 對不對 那亞里蘇德會說 你生活中的每一個行動喔 只要是你有意識 有意志去選擇的行動喔 我們如果推敲這個行動的目的的話 我們一直推敲下去的話 每一個人最後都是想要 因為我這樣的一種生活 所以你的行為的一個模式是 你做這個行動你是 for the sake of 你是為了這個目的 而去做這個行動 那你是為了這個目的 而去做中間一個行動 你是為了這個目的 再去做中間一個行動 你每個行動一定是為了 他要達成的目的而去做的 那最後那個目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種生活 那我們會說這是一個happy life 當你的生活擁有了你覺得對你來說 重要的東西都在你身邊的時候 我們就讓你獲得一個happy life 那每個人都會想要一個happy life 這樣 所以每個人都想要 追求那個self-sufficiency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情況也是一樣啊 這個種子啊 它後來長成這個蘋果樹 所以它需要這些動作這樣 人 人 種子 毛毛蟲 它總是有一個朝向 它最完整 最充分滿足的那個最終的那個 這個 它的本質充分顯動的那個狀態 而去行動的 你是for the sake of 那個最終的目的 而去行動的這樣 所以你是for the sake of which 而你存在 那那個 sake 那個原因 那個最終的目的 其實就是你真正的本質 然後這個本質就是你的這個 真正內在和你最終的這個目的這樣 然後任何一種事物 它最終的目的就是想要追求一個 充分的這個自主 self-sufficiency這樣 你想要的 你大概都能夠獲得這樣 我們大家如果對self-sufficiency有興趣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這樣 你看這 它對人的這個行動的基本看法 那當然人的這個行動 它在去思考要怎麼去 去從事一個行動的時候 要透過什麼行動 能夠去達成一個目的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 你需要的那個知識的那種形式 它叫做deliberation 所謂的deliberation 還有一個非常精確的定義 它就是在你行動的時候 你要去想 什麼樣子的行動 最能夠促進你達成一個目的 當你去想 什麼行動 最能夠達成這個目的的時候 當你在做這個思考的時候 你就是在做deliberation 我們當然在審議民主 事實上要從這個deliberation的意涵 來去理解 會更了解它到底不在講什麼東西這樣 我們先不談到那裡去這樣 這就是deliberation真正的意涵這樣 這意味著啊 你必須要去了解 你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你要達成目的裡面 事實上它可能是複合的 對不對 你今天想要去跟同學討論作業 它背後是有複合的目的的 可能一方面是為了什麼 一方面是為了 一方面是為了什麼 對不對 那你選擇這個行動啊 它可能促進了這個目的 可能促進這個目的 可能促進這個目的 所以你就要謹慎 而且你事實上是資源是有限的 你要面對所有 非常實際的各種狀況 你才會知道你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能達成這個目的這樣 所以deliberation 它一定是在一個非常實際的狀態之下 你要去做一個知識的思考這樣 所以亞歷蘇他很有趣 他就把知識分成了三種類型 他覺得柏拉圖對知識的理解 完全是錯誤的類型這樣 第一種類型 我們現在要講science 被亞歷蘇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theoretical science 第二種類型他把它叫做practical science 第三種類型他把它叫做art 這個art啊 其實就是我們前幾個禮拜講的 他就像工匠的那些技術 工匠的那些技術 工匠的技術 工匠的技術他主要是要創造某一個 他主要目的是要生產 他還生產出某一個 基本上是外在於你的東西對不對 醫生生產出好的病人 好的工匠生產出好的椅子 是生產出一個外在於你的東西 那之前這個 不論是想要把這個art或是craft 或是craftman的這種知識技 把它比喻成政治治理啊 但是說你完全錯了 這是一種生產需要的知識類型 跟真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種知識類型這樣 你不能夠把這種技術型的知識 這也是我們當代常見的問題 你不能把技術型的知識 當作是人 在實際做行動的時候 需要的知識混淆這樣 因為技術型的知識 你要創造出什麼是很清楚的 你需要創造出最好的椅子 最好的什麼 最好的最好的什麼 他其實不需要太多討論和辯論的空間 就是一個好的工匠 他就給我把這件事情做得好 所以你柏拉圖把一個好的政治治理者 比喻成好的醫生或是好的船長 你這個比喻是錯誤的 因為政治治理不是這種類型的知識 它不是這種非常專門的 這種工匠型的知識 這種知識是一種技術型的知識 它不是一種有關於人的行動的知識 所以政治治理者不是醫生這樣子的記憶 醫生就是把專業知識搞好 專業技術不是 那專業技術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知識呢 他並不是theoretical science 所以布拉圖你還是搞得錯了 什麼叫做theoretical science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比喻裡 這個舉例裡面有 有數學 物理 生物學 甚至心理學 也是theoretical science 為什麼 theoretical science 想要去追求的是不變的原則 或是事件事物發生的原因 你要找的是principle 或是它的course 當你要追求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事實上是抽離於自己那件事情之外 然後去觀察那件事情 去找出那件事情的基本原則 找出那件事情的這個基本原因 是像我們當代的這個political science 如果要把自己視為某種 像經濟學一樣的science 你就會越來越接近theoretical science 我們當代政治學和文學社會 一直想要去模仿自然科學 因為它不然覺得說 你如果沒有自然科學那類型的這種知識 品質的話 好像你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這樣 然後對於 Ł heh hiり labs 你如果一直想要去學自然科學的話 那你還是偏離了我們的政治 真正需要的定性 對 먹어學 我們真正需要的知識的人事實上是 logical science 那 practical science的特徵啊 它並不是在追溯人的行動的原因是什麼 那是心理學 或者是某種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社會科學家 不是 Pratical Science它真的目的就是在研究人的action 它完全以人的action為主要目標在研究的 那會有action的動物啊 大概只有人類會有 因為人類有意志 那人類會透過思考去影響自己的意志去下決定 那一旦人類有意志會去做決定 就可以發現啊 這種類型的知識啊 它一定是不準確的 永遠不可能去得到一個必然的 一定是怎麼樣的一個答案 因為大家的行動有各種各樣多元的選擇 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意志 做不同的選擇 所以如果適合研究人的政治生活 學問是一種Pratical Science的話 我們在研究就是到底人在做行動選擇的時候 他到底怎麼去思考他要達成哪些目的 然後他要透過什麼樣的行動來去達成 然後中間這個文章就叫deliberation 那deliberation那個 埃爾爾把它叫做prudence prudence是說當你deliberation的品質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你是一個這個銳智的 有智慧的 prudence和這個 它特別是指你在選擇什麼行動達成什麼目的 這個思考在一個非常優越的一種狀態之下的時候 我們會說你是一個prudential man 你是一個非常銳智的一個人 這種銳智的人啊 跟你柏圖式的那種知識啊 研究的很好是完全不一樣的一種智慧 有prudence的人啊 他會非常瞭解具體生活有哪些哪些哪些基本條件 那我今天要從事一個政治行動 我要選擇什麼樣的政治行動 所以亞里斯多德會說啊 你看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寫給誰看 他大概是寫給那些對人的理論人的本質 非常有興趣的哲學家看的 可是我要寫的政治學亞里斯多德會說啊 我是要寫給政治人物看的 一個真正好的關於政治治理的學問啊 他應該是給那些政治行動者看 然後告訴那些政治行動者啊 他要怎麼樣去改善他們的行動 以達成他們想要達成的那個目的這樣 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學該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好像想要模仿自然科學一樣這樣 那如果他是這種學科研究人的action的話 他就不可能是準確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個不斷的去跑回歸 想要去做一個非常準確的一件事情 亞里斯多德說那個沒有太多意義 你看喔 我們人都想追求happiness 有些人可能會反對我 不相信這樣一套說法 亞里斯多德說我可以接受啊 很多人會去反對這樣一套看法 可是我會告訴你 大多數的人經常會贊同我的看法 這樣就足夠了 這種關於人一定在追求某一個目的 還有亞里斯多德說號稱他所知道的 所有的政治學的知識 他都會說啊 一定會有人反對我 而且這個反對是必然的 因為人的意志本來就是自由的 所以大家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一定沒有辦法完全的說服你 因為我不是這種科學的知識 我不追求那種完全的精密 但是呢我如果可以去說 說服你說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想的 大多數人都是這樣追求幸福的 我的知識就是建立在大多數人 是這樣做這樣相信上面 這樣我就成功了 對亞里斯多德說號追求是這種知識這樣 所以他不管是把統治技術 把它比喻成某種像醫生一樣的 這種專業技術 或是比喻成像是這個數學 自然科學一樣的一種 他都覺得是錯誤的 真正的政治學應該是研究 研究人要怎麼樣行動的一種學問 而且他就是要提供給行動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啊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啊 他裡面有一張是寫給暴君的 他教暴君要怎麼樣維持他的政治體制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不讓他就會直接說 暴君這種體制最糟糕 我們不用去討論他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亞里斯多德他就會說啊 不不不 在各種體制中的人啊 不管你是寡頭體制 你是貴族體制 你是一個暴君體制啊 你都還是要行動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去行動啊 最能夠確保你要追求的目的啊 我可以教你 而且你會發現啊 亞里斯多德教他們怎麼行動的學問啊 會最後不僅對暴君好 而且對他人民也會相對好 因為對他們人民相對好 對暴君也會好這樣 所以亞里斯多德會從行動者 自己本身想要追求的目的出發啊 提供給他他會想要的知識 然後最終達成一個 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效果這樣 因為當你要採取 某一個行動和知識的時候啊 某一個行動的時候 你就會有各種樣的不同的辯論嘛 對不對 比如說今天雅典呢 要採取這個名主制 還是貴主制 那你就有各種不同的辯論 如果你有這個行動選擇的話 亞里斯多德會說 政治科學是什麼 政治科學就是檢視這些辯論 講的對不對 那ABCD有四種說法 我們發現A有不分對 B有不分對 C有不分對 D有不分對 那事實上呢 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是 結合這字機器各部分的對 來去做一個整體上一個 比較好的一種行動 這就是政治學的知識 該做的一件事情這樣 我們不是要去研究 什麼是一個最理想的政體這樣 那個對我們現實生活中來說太遙遠 我們現實生活中就是這樣 雅典的各種條件就被限制住了嘛 你就是沒有一個像這個 像這個職學皇帝一樣的人嘛 對不對 你就是這個有一群 很有財產的一群人 你不可能把他們消滅掉嘛 那你也不可能把私人趕走啊 那現實就是這樣啊 那在現實的條件之下 你看 當你要考慮行動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現實 諸多條件之下 我們能夠擁有的選擇 就只有AB兩種選擇啊 那AB兩種選擇 有CDEF各種不同的看法啊 那我們能夠做的政治學知識 就是從這些看法當中 去討論哪一個行動策略 最能夠滿足我們想要達成的那些目的這樣 那HAPPINESS大家大概不會反對吧 那就去解釋HAPPINESS的這個 的這個component 個別的這個內容是什麼啊 然後你的行動策略裡面 什麼可以達到什麼不可以達到啊 這個就是他對於政治學知識的看法這樣 這是為什麼在他對政治學的討論裡面 他很快就討論到REGIME 就是正體 因為他覺得真正現實生活中 大家都已經生活在一個他自己特定的REGIME裡面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你直接理想的正體是什麼 那個對你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存在的這個REGIME啊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最好的維持它 你要怎麼樣去修改它修正它 然後達成一個你自己想要達成的目的 可能是最穩定啊 可能是最怎麼樣這樣 任何的一個REGIME 我都可以告訴你要怎麼樣做比較好 因為我就是要去教行動者要怎麼做這樣 這個是要說 基於他對於我們要研究的人的看法 去意識到說 我們真正需要有關於人的知識 是這種類型的知識 而不是上面或下面這樣 那政治學應該是這種類型的知識 而不要去學醫學 或是去學這個自然科學這樣 這個是這個 關於什麼是政治學的一個特性這樣 可是啊 亞里斯多德他會說 Pretical Science事實上 有時候也要依賴Theoretical Science這樣 他並不是說完全可以不依賴Theoretical Science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要依賴心理學 或者是 或者是想要學自然科學的這個政治學 他也是我們需要的這個 支部的Branch的知識 可是我們真正最核心的關鍵是 關於Action要怎麼行動的知識這樣 那剛才就有同學問我說 那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類型的知識 我們可以說他至少只有三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說 你如果是一個城邦最原始的創建者的話 你可以為城邦選擇Regime 對不對 你希望你的城邦成為 這種政治還是那種政治 你可以選擇 可是你的選擇呢 亞里斯多德會說是有限的 因為你要依據你現在擁有了這群人的特質 來選擇最適合他們的Regime 而不是去空想柏拉圖那種Regime 真正現實的生活條件 對你來說有很大的制約 也許你會發現 你這個城邦最後 最適合他的Regime是寡頭政體 其實寡頭政體 他並不是一個好的政體 可是他事實上最適合你現在用的 現在面對的這群人這樣 那你就要選擇這種政體 所以他第一種承認是 你可能可以是 有機會選擇政體的時候 我的政治學可以幫助你選擇政體 第二 你如果在一個特定的政體裡面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一個民主政體裡面 那你想要去促進你這個政體 你想要去維持它的穩定性 所以你會立各種法律 想辦法去維持你的憲法的這個運作 你的這個民主政體的這個運作這樣 那那些個別的在體制之下的 這個立法的選擇 也是你的Political Science 對不對 你今天覺得你的民主政體 可能你覺得你要 你希望大家都能夠投票 所以你可能就是禮拜六不僅放假 而且來發錢 來投票的人就是給他一千塊 你就可以增加投票率 其實就是一種透過立法 來去想要去促進你的民主政體 的一種立法思考這樣 那立法也是一種action 對不對 它是要去幫助你的政體 那還有第三種是更普遍的 你歲收要收多少 你對外交要怎麼做 你這個公園要不要幹 那都是你的Political reasoning 你要去做的選擇 需要的知識 這些都是Political science這樣 那你的這個Celerical science有幫助 因為我們可能可以知道公園怎麼設計 會它的原因後果是什麼東西 可是最終你要去問的是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大家對目的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辯論 那大家看法各有各的對方 各有各的錯 並沒有誰是完全對得完全錯的 那我們從各種不同的看法裡面 關於目的的辯論 關於行動選擇的辯論裡面 慢慢的去找出一個 大家覺得最適當的去完成 我們都想要的目的的那些行動這樣 這就是Political science 所以對亞里斯多德來講說 真正的政治學需要的知識 它一定是在政治場域中發生的 它並不是哲學家 或是政治科學家 在書房裡面研究出知識之後 就告訴你你該怎麼做 不是 它是真正在政治場域中 辯論的那群人 政治人物 公民等等各種不同的 他們去辯論一個政策的時候 大家在辯論使用的那個思考 使用的那些知識 然後對於那些目的的選擇 行動的選擇 那就是政治學本身一樣 所以對亞里斯多德來說 他立刻就把政治的焦點 從哲學家的書房 研究那種什麼 什麼建築師般的Good啊等等那種 從哲學家的書房 把它轉移到政治場域本身 大家再去辯論的那些知識 知識內容和形式 那才是政治學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要去促進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 每個人說出來的話 都會有道理 不是只有哲學家說出來的話 有道理 因為關於我們人生的目的 要追求什麼 很少有人知道完整的面貌 每個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每個人對於行動怎麼樣 大家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所以這時候辯論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我們辯論本身變成是重要的 因為它是從不同的意見當中 慢慢找出我們要追求的行動是什麼 所以要說它是注重意見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記得 在柏拉圖眼中啊 意見是什麼 算什麼 意見距離真知有非常遙遠的距離 真知就是真正知道 為什麼應該要這樣做那個真正的知識這樣 意見有假的有真的 就算是正確的意見 它也是一個比較低形式的知識知識 因為你有正確的意見 所以不代表你知道背後真正的原因和理由 那只有職業家擁有真知 所以柏拉圖是一個 把政治學真正的知識隱藏在這個 放在這個哲學家書房的人 可是柏拉圖 可是亞里蘇達把它轉移到沒有 政治場域中 我們所有的政治討論 那就是政治學 應該去engage的一件事情這樣 好 那我們再回到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個命題 人是政治的動物 它就開始講說啊 好 那你就來看人嘛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說 當一件事物它完整成長發展出來 那個最完整的形式 就是它真正是什麼 就是它真正的本質 那如果人呢 你可以看 你看它很奇怪 它認為人一開始啊 就會想要去尋找 這個異性的伴女 因為你需要reproduction 你需要生產 那它背後甚至不是有意志的選擇 而是這個某種衝動 那你需要reproduction啊 你也需要自保 cell preservation 那它在台灣cell preservation的時候 它會去說 當我們人要追求自保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需要身體 我們也需要知識 去指揮我們的身體 我們才能夠去對抗那些野獸嘛 對不對 我們才能夠去知道 去種什麼樣子的作物 或是種什麼樣子 或養什麼樣子 這個情鳥這樣 我們有身體的部分 和這個知識指揮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身體的部分 因為沒有知識的這個思索能力 所以身體必須要聽從靈魂 對不對 大家記得這個 那它就會因此推去 繼續推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 那像slavery這樣子的一種存在啊 如果它是正當的話 事實上亞里斯多德那個時候 很多大多數的奴隸 都是戰爭俘虜來的 可是亞里斯多德是 不贊成戰爭俘虜來的奴隸的 他認為說 如果有人真正適合做奴隸的話 那一定是因為 他沒有deliberation的能力 他就像人的身體一樣 他就是一個身體很壯的一個大漢 可是他沒有deliberation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讓他聽從 這是slave 聽從主人的話 這個是master 那他們就會一起尋求self-preservation 主人指揮他 就好像你的理性在指揮你的身體一樣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 人一開始會需要這個couple 才能夠形成一個 能夠再生的一個社群 然後人為self-preservation 你可能會需要奴隸 那當然你如果沒有奴隸的話 你還是可以追求自保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這個奴隸可能 就並不是必要的這樣 不過這個亞里斯多德是從這裡開始去講 人要怎麼樣從一個種子發展到完全這樣 好 那你有這樣子之後啊 你下一步 你可能就會發展成一個household 那household的主要目的是 要解決你的daily needs 你每天一定需要滿足的需求 那household其實還不夠 我們household會慢慢慢慢聚集起來 因為你可能就會開始需要分工對不對 你還是需要享受更多的不同種的這個 這個生活的享受 所以你會組成villages 你們可能會互相交易 你們需要marketplace 你們需要分工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non-daily needs 你有很多需求 他不是每天必然需要 可是他會需要滿足這樣 那有趣的地方是 亞里斯多德會說 我們會發現 當人啊 從這樣子的一種政治社群 他會演變 會變成一個需要household的這個社群性的動物 他就會繼續演變 需要一個villages的社群動物啊 可是你會發現啊 人他們總是大多數的人 他們對village這個狀態是不滿意的 village的狀態大概是就是只有trade 就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對不對 然後你們會用make alliance 你會和這個村落的人 結合對抗那個村落的人 因為那個村落的人 很難去接取你的這個田水這樣 所以你們會互相對抗 就像以前這個清朝這個大大的洩鬥這樣 各個村落之間互相聯盟這樣 可是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如果你聽到這個 在village這個階段啊 你這個人還沒有真正的長成 一個完整的充分的一個人 真正完整充分的一個人 真正完整充分的一個狀態啊 是一個political community 政治共同體 或是我們把它叫做polis的一個狀態這樣 或是City的一個狀態這樣 我們才會覺得人長成了一個最完整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人是什麼啊 你不能夠從人在駕馭努力 或是人在這個夫妻生活 或是人在家庭裡面 或是人在村落的行為來去知道人是什麼 人真正是什麼啊 你要看他最後長成的完整的樣子是什麼 當人長成這個最完整的樣子的時候 人就會開始覺得自己真正過了一個 self-sufficient的一個生活 你該有的都有的 你不再缺任何你一定覺得重要的這個東西 你開始覺得你這個life是self-sufficient的 所以你在村落狀態的時候 你不覺得你的life是self-sufficient的 可是當你成為一個political community 你會覺得你的life is sufficient 這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這個狀態這樣 你看當要理說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我們要注意他的歷史背景 他們那時候跟這個波斯帝國打了還蠻長的戰爭 對他來說波斯帝國並不是一個好的political community的樣子 波斯帝國比較像是一大群散沙的village和tribe 被一個皇帝管理這樣 那這個不是一個 亞里斯多德說的這個人的一個成熟的這個樣子這樣 那那個時候也有一些這個像這個邦聯一樣的這種城市的這個組合 亞里斯多德也不會覺得邦聯這種班的組合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共同體 所以邦聯並無法真正讓人覺得self-sufficient 所以他事實上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在講說 我們古希臘發展出來一種生活方式 是政治共同體的生活方式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是我認為人長得最成熟時候的這個樣貌 其他像波斯人啊或是誰誰誰啊 或是那時候事實上馬其頓帝國已經要起來了 然後亞里斯多德就即將要統一整個地中海這樣 那事實上其實亞里斯多德已經預見到這一點 因為有時候亞里斯多德是亞里斯多德的這個老實這樣 可是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他也不認為亞里斯多德統一的那個大帝國啊 是一個人真正長得成熟生活的政治共同體的樣子 那我們問題就是說那到底 亞里斯多德看到的西大城邦人過的那種城邦生活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為什麼你會說那個是人真正成熟 充分發展出來的那個樣子 那那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生活方式 你會說他是真正成熟的 那他怎麼去推理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剛才已經講過這個沒有城邦的話 你不是野獸就是這個神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他推理的第一個推理是說 你可以發現啊 人都有語言能力 那人的這個語言能力是跟人 是人和動物最大不同的差別這樣 那人如果只會在痛的時候叫 在高興的時候笑的話 那人和動物沒什麼差別 可是人實際上是高過這個的 人的語言能力 他讓人能夠具備特殊的capacity 或是capability 是你會能夠去思考你的good是什麼 你能夠去思考justice是什麼 你能夠去思考你的good是什麼 代表說你可以去慢慢去思考 你到底想要擁有的一個happy life 是長什麼樣子 那你能夠去思考justice是什麼 是你跟別人互相互動的時候 你會去思考公正是什麼 語言是可以幫助人去過這樣子生活的一種 特殊的官能這樣 你可以看螞蟻啊蜜蜂啊 他們都可以過著或者是狼群啊 或是熊啊 他們都可以過著群居的生活 分工的生活 可是你不會看到這個螞蟻的這個女王 用公正的這個法律來去管理這些螞蟻 可能有我們不知道 他們不會有一個公正的法律 他們也不會去討論什麼是good什麼是bad 他們可能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就去分工了 然後這個分工對他們整體來說是有幫助的 可是他們並沒有語言能力去思考什麼是justice 什麼是good 所以語言能力它其實是人的一種最特殊的官能 然後對艾蘇德來講 任何一件萬物任何一件事物啊 如果它有一個官能是它最特殊的話 那一定必然有其意義這樣 那一定就是它的本質中的某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人的本質就是人又是語言的動物 而且這個語言動物其實它更深一點就是人是一種 具有政治capability的動物 因為語言就是幫助你從事政治 你去討論什麼是good什麼是bad 你去討論什麼是justice 什麼是injustice 它就是一種政治性的一種活動啊 所以人因為有語言 所以人天生具有政治capability的潛能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讓人能夠充分成熟的發展的話 那你當然就要把人的這個political 這個政治的這個能力 讓他慢慢慢慢的成熟的這個發展出來 你才會覺得人是成熟完整的人 對不對 好 這是它的第二個推領喔 大家記得喔 就是說人是有語言的能力 那繼續說喔 這個 我們可以再觀察到這樣子一個城邦的狀態喔 我們可以說 城邦 人 當人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啊 你 或是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就是城邦開始逐漸露出曙光的時候啊 城邦它coming into being 就是我們城邦為什麼會到來的原因啊 是因為你要追求生存 就是說當你在一個村落階段啊 你會覺得你的生存還是受到威脅的時候 Alliance不夠這個不夠穩定 所以你可能會想要建築這個城牆 然後擁有自己的一個屬於你自己城邦的軍隊 甚至擁有你自己的法律 你才能夠覺得能夠穩定的 能夠讓你們獲得這個真正生存的這個滿足啊 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開始擁有城邦 所以城邦剛開始第一次出現在人類的這個社群世界裡面的時候啊 它最基本的這個 剛開始的這個目的是為了想要去維持一個更好的一種生存 existence 或就是living 就是大家想要活的 十一柱形基本生活必須要滿足 living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存在你就是活著 可是啊 當你繼續過了城邦的生活下去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你真正讓你這個城邦 所以你想要繼續下去的最終的理由啊 它真正讓你想要過這個城邦生活最後真正的理由啊 它就是想要living well 這邊有一個living和living well的一個對比 這邊有一個living well的一個對比 那 所有的用的用的語句就是就是這個語句 這語句非常重要 而且它是後來大家覺得 city啊它come into being 它為什麼會在第一次出現come into being 它是for the sake of being 它是為了要生存下去而出現的 因為我們可能覺得alignance或是trade不夠這樣 所以我們需要 一開始我們需要CT 可是其實你最後啊 exist啊 它是for the sake of living well 我們發現我們不只想要生活的滿足而已 我們不只想要這個活著而已 我們還需要我們的城邦生活啊 它是可以讓我們能夠living well 我們可以過著一個good life 而不只是life而已這樣 我們可以說 這邊你就是擁有一個生活 可是這個啊你是真正擁有一個good life 而且你是living well 我們不只因為希望穩定 希望活著而擁有城邦 我們事實上是需要擁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living well而擁有城邦這樣 想要擁有一個good life而擁有一個城邦這樣 所以人做一個真正的動物是你不只想要活著 你看想要living well 你想要擁有一個good life 那什麼樣子是一個good life 像是living well啊 這個又要進一步去討論說這個 我現在都是在講為什麼人是政治的動物 他說啊你看 我們要加入城邦啊 我們真的想要擁有的那種 集體生活的這種方式啊 其實跟我們的語言能力是有關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政治的能力 我們想要去討論有關於什麼是好 什麼是公正或不公正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事實上都想要去參與 對我的統治 對不對 就是人與人之間生活在一起過一個群體生活 總是會有人在manage大家的這個生活方式 那個就是在統治的那個人 那我因為有語言的能力其實代表說我想要去參與 那個對我的這個統治 我想要去參與關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什麼是欲與不義的這些討論 我想要參與對我生活的這個統治這樣 所以這個particle capacity啊 它其實意味著 就能有語言能力這件事情 它意味著啊 你其實想要加入的城邦啊 是一個自由人組成的城邦 自由人就是free person 什麼叫做free person啊 這個愛說他有用一個家庭的比喻來讓我們了解得他們快啊 他說我們如果來看家庭就會知道什麼叫做free person 一個家庭呢 有男主人有女主人 然後他們呢有小孩 對不對 然後他們呢還擁有slate 還擁有奴隸 這是一個household的這個原型這樣 那在這樣一個家庭組織裡面啊 它有各種統治的模式 你們作為主人啊 在統治這個slate啊 是因為slate他幾乎跟你們free person啊 幾乎是完全不同種類型的人類的 因為他幾乎沒有deliberation的能力 但是slate基本上還是跟動物不一樣啊 因為slate聽得懂你說的命令 而且你命令中的一些理性 比如說警告他說你不能這樣做不然我會處罰你 告誡他就說你必須要這樣做這樣才會好 那這個努力受到一個好的告誡的時候 努力就會在你沒有在現場的時候 仍然去做你叫他該做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奴隸是聽得懂他是能夠perceive reason 他能夠去感受到你給的命令 他不能夠參與你怎麼統治他的那個套路 因為他沒有那個deliberation的能力 所以主奴式的統治啊 就是你否定了奴隸的deliberation能力 所以他就是沒有那個資格來去參與對他的統治 他就是要聽你的命令就對了 這個是master and slave 家庭裡面有這種統治模式 家庭裡面還有一種統治模式叫做 家長對兒童的統治模式 他會說兒童啊 他們是他們已經理性能力開始逐步的在發展 但是他這個理性還是不完整的 他是incomplete deliberation的能力 所以他也需要家長去治理他 那這種治理方式啊 家長能夠治理小孩是因為家長的理性能力完整對不對 也包括家長對他有愛 也包括家長比較年長等等等等 然後因此他能夠有這個資格去治理這個小孩 所以這種治理模式啊 他也是說把他叫做kinship kinship kinship kinship都可以 他就是像王一樣的這個統治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政治世界裡面有王治的話 王治事實上都在模仿這種家長對小孩子的統治 所以王治裡面啊 你事實上是在否定你的治理者啊 他擁有完整的理性能力 他已經能力是部分的 但他仍然有 他不像奴隸完全沒有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男主人和女主人之間啊 他們之間也有一種自理的模式 那在說話把他叫做political rule political rule就是兩個能力相當的人 尤其是這個理性思考能力相當的人 他們之間相互統治 那叫做political rule 他們是free person之間的統治 因為他們彼此都肯定 對方的diviration能力是相當的 那當然亞里斯斯有它對女性的偏見 他覺得女性事實上還是比較infirium 但我們這個不用理他這樣 不過原則上free person之間的統治是 就是所謂的political rule 那對亞洲來講 人想要去參加政治動物的 政治社群的 這樣一個衝動和能力 它是人的語言能力有關 人的語言能力發展到最完整的時候 是讓你是希望成為一個 free person 你希望和其他人互相的關係 是大家能力相當 然後大家可以deliberate 怎麼樣和 集體的治理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也許有人要當統治者 有人要當被統治者 大家就輪流做 所以政治統治一個最大的關鍵 就是大家輪流做 因為彼此肯定大家能力相當 這樣才是free 所以大家知道free person 在亞里蘇的這個定義裡面 它最根本來源是跟 master和slave之間 還有家父長和小孩之間 這兩種治理模式相互區隔開來的 而定義了什麼叫做free person 對不對 所以如果人他經過這些過程當中 他想要成為一個城邦 對他想說他是讓人們的語言能力 這樣子的一個官人會驅使他 想要成為一個大家都是free person 而相互統治的一個城邦 所以一個真正的政治共同體 是a community of free person 大家能力相當集體審議 集體大家一起這個 治理自己這樣 然後輪流統治 這個是大家覺得你作為一個政治動物 最想要去投入的 一種政治生活方式這樣 如果你不是過這種生活 你是被一個王統治 甚至你是像一個奴隸一樣啊 他後來講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就講說 所謂的正確的政體啊 和不正確的政體的區別在於 正確的政體大家是free person 不正確的政體大家不是free person 那這個第一個意義在於 不是free person的意味著啊 統治者在統治的時候 他不會在意你的利益 這個關係就是這樣 主人統治奴隸 雖然呢對奴隸也好 可是主人真正在想的 只有他自己的利益 對不對 可是父母親統治小孩 他是為了小孩子的利益 主要為了小孩子的利益著想 可是父母也會獲利 但主要是為了小孩子的利益而著想 那這種political rule 就是大家輪流統治 所以大家彼此為對方的利益著想 所以大家彼此的利益 都被照顧到了 所以主奴自治的統治的特色是 統治者只為自己的利益統治 對不對 所以他舉例了三種不正確的政體啊 暴君 寡頭政體 還有某種這個 某種民主的類型就是說 多數的窮人 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類型啊 如果這些統治者 就是包括一個人 少數人 多數人 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啊 他就像是master and slave 之間的統治模式一樣 大家就不是free person 對不對 所以大家想要成為一個free person 這樣一種政治政體啊 政治什麼 他第一就rule out的那些 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的那些統治類型 因為他們就是把你當作奴隸而統治 然後大家看他用free person 還用在什麼地方 他說啊 即使現在是一個真正的 有德性有智慧的王在治理 或是真正有智慧有德性的 少數的貴族在治理 那他們治理的方式就好像 父母親對小孩一樣 所以呢 事實上他也是為了多數人的 所有人的利益而統治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呢 你沒有像master and slave 這麼的慘 因為你的父母親 還是為你的利益而統治嘛 那王治和貴族呢 他們因為他們德性很好 所以他們還是為了大眾的利益而統治 所以他們基本上還是正確的政體 因為他們沒有把你當作努力看待 可是呢 然後繼續講說 雖然王治和貴族治啊 他看起來是一種最好的政體啊 最好的意思是說 你讓德性最優秀的那個人做統治者 那個聽起來是最符合我們政治上 政治德性上 所謂的政治德性上的公正這件事情一樣 他看起來是最好的政體 可是啊 他讓所有人沒有參與政治的能力 王只有一個人統治 其他人都無法參與政治 貴族少數人統治沒有人 他不讓多數人參與政治 那這個時候啊 你還是貶毅了大家作為free person的capacity 所以王治和貴族治即使避免掉 像Mainston Slip一樣 徹底貶毅你 你不是free person 可是他還是把你當小孩一樣對待 不讓你擁有政治權利 所以他也是否定了你作為 服務free person的那個尊嚴 所以他才會說王治和貴族治 雖然看起來像是有德性的人治理啊 看起來像是一個美好的政體啊 博阿卓都是這樣講 讓最有德性的人治理啊 可是就是最有德性的人治理 他卻讓其他人沒有辦法統治 這個時候呢卻反而去違背了 每個人想要作為free person的那個尊嚴 那樣子的一種榮譽這樣 有沒有 所以你要注意到free person這個東西 其實非常有趣 他後來成為這個 後來的這個共和主義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對於自由的主要的這個 定義的這個來源這樣 那最開始就是從對祖母的批判 對於這個交付黨制的批判出發的 那free person在古西亞裡面 他最原始的一般的意義就是說 你只要不是奴隸 你就是free person 但是對亞里斯波斯來說沒有 free person他其實更深一層 他其實意味著肯定你的 deliberation能力是完整的 所以你可以去參與 對自己的這個統治 那這兩種統治模式呢 他們都沒有辦法參與 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沒有肯定 你是一個free person 所以成為一個政治城邦 什麼叫做living well living well他其中一個意義就是 大家做一個free person 而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個政治生活這樣 然後大家能力差不多 都有deliberation的能力 所以大家彼此就互相 互相這個輪流治理這樣 也因此亞里斯波斯對於 公民的定義啊 和對政治城邦的定義啊 什麼叫做公民 什麼叫做政治城邦 what is the city what is the citizen 我們在講是一種這個 最適當的 人的本性發展出來之後 最想要擁有的那種政治生活的 類型的政治城邦 那他是一群free person 組成的城邦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要覺得啊 所謂的citizen 他的定義 citizen就是作為你這個城邦的一個 最完整的成員 citizen的定義他其實應該是啊 他有能力有資格去參與 這個城邦事務的 deliberation和decision的 那樣子的成員 那他的參與 一定是參與某種公共職務 然後他參與這個公共職務之後 他可以做審議 可以做決定 那這個公共職務啊 他不一定要是這個 像總統啊 或是將軍 這樣一個最高的這個政治職務 他可以是像公民大會啊 或者是這個 人民的這個審判會議啊 或者是這個政治人物他要下台的時候 對他的一個監察會議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股西亞有各種方式 讓一般的人民能夠去參與政治 那公民大會也是其中一種這樣 那對 所以來說 公民大會也是一種公共職務啊 所以能夠讓人民 能夠參與公民大會的那種城邦 我們就會覺得 他確實把人當作是公民來對待這樣 那當然把人當作公民 有非常不同種的層次啊 有些城邦願意讓任何公民 能夠去選這個 城邦的這個最高領袖 有些城邦他可能只規定說 你大多數人只能夠參與這個公民大會 你要去選更大的這個職務 你必須要具備什麼什麼其他的資格這樣 所以大家還是有不同的規定 對於什麼叫做 你具備資格去做這個政治職務的基本資格 會有不同的規定 可是引軍人來說 只要你把他視為公民 你就應該讓他或多或少的 能夠去參與城邦的公共職務 然後去做決定去做生意 那才叫做公民這樣 不然他就不是公民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他發給大家公民資格啊 你是我們什麼什麼國家的公民啊 可是如果他擁有公民資格 他卻沒有辦法去參與 去做決定 他去做生意的話啊 他就不會是真正意義下的公民 公民的原始定義就是這個 他就是free person 這個意義延展出來的 對不對 那所以什麼叫做city 什麼叫做政治社群 政治社群就是一群公民聚集在一起 那這群公民當然都有參與政治的能力啊 和這個資格啊 他們在照顧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說 大家要過著一個self-sufficient的life 自主的生活 我們希望我們城邦該有的東西都有 不要有欠缺 這樣就是一個政治城邦這樣 這樣就是一個city 那什麼叫做political rule 他就是指 ruling 和命名 rule by person of similar 就是大家輪流統就是political rule 所以你看 而且說的 從人是政治的動物的這個潛能啊 他逐步慢慢去剖析出 那到底什麼是一個真正 我們該覺得真正的政治生活 真正的政治統治 真正的公民 真正的自由人該有的樣子這樣 這就是人做一個政治動物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呈現 對不對 然後我們事實上還有讀到一個段落 其實非常有趣 他那個段落是在講說 民主制和寡頭制 兩者都有各自有各自的問題 因為民主制他事實上就是 靠人頭眾多這樣 那民主制啊 他其實就是讓每一個人 原則上盡量讓每一個人 有平等的機會 擁有政治權利 所以民主制的最極端 事實上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是抽籤抽出來的 但是要選舉制是比較接近於 寡頭政體或是貴族政體的 因為選舉代表著你認為 人的能力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想要選出一個能力 比較好的人 可是真正在雅典那時候 真正徹底的民主制啊 他其實是要去 選出人都是用抽籤的 因為你肯定大家有 相等均等的這個能力 所以大家當然是抽籤輪流統治啊 那才說最徹底的民主啊 那大多數的城邦當然就是抽籤 有些職務用抽籤 有些職務用這個選舉 那就是民主制 和寡頭制或貴族制的混合 Anyway 這個愛說會說啊 你看不管是民主制和寡頭制 他們都忽略一件事情 如果你讓最多數人的意見統治 或是你讓寡頭制 寡頭制實際上是讓財產 或是追求財產這件事情 成為城邦最主要的事物 來去統治這樣 你如果當寡頭制和民主制統治 他都忽略一件事情 他忽略到一個政治生活 他該具有的一些基本的條件 那他就在講說啊 什麼樣是一個政治共同體 一群人他們住在一個地方啊 彼此互相通婚啊 或是彼此互相做生意啊 或是彼此互相結成聯盟 來去抵禦不公正的敵人啊 那個難道就是政治共同體了嗎 他說其實不是 兩個城邦的人不管居住的再進 做再多的同婚 做再多的同商 然後做再多的兩岸福茂協議等等 他們都還不是一個政治共同體 你們做再多的聯盟上的契約 經濟上的往來 通婚等等 你們還是不是一個政治共同體 那到底政治共同體它需要哪些條件呢 你看這邊就講了喔 政治共同體它需要呢 第一你們必須要有共同的這個office 這個相對上簡單這樣 可是第二呢 他講一個很有趣的條件喔 你要去真正在意你的同胞的人格 是不是公正的 如果你不在意你的同胞的人格 是不是公正的話 如果你不在意你的法律 能不能夠培養出公正的同胞的話 你事實上只是為了利益而結合 你事實上還是一種像貿易 像trade一樣的結合方式 如果你大家只是各自都還是非常自私的 我們根本就不care你的ware 你也不care我的ware 我們今天只是因為做生意的關係 或是大家互利的理由 要結成聯盟或是要互相貿易 我們都還不是城邦 如果我們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共同體的話 我會去care你是不是一個公正的人 你也會care我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去制定出一個法律來 是我們彼此都會覺得 能夠去養成有公正人格那樣子的同胞的人 這是政治共同體的一個特質 你再不在意你的同胞是不是一個公正的人 如果真正共同體你就會在意 那這兩個有沒有道理 然後他也說了一些條件 包括說彼此要有affection 彼此呢要有意志的 想要選擇跟對方生活在一起 你彼此要有情感 要有friendship 你才會是一個政治共同體 所以政治共同體他需要大家還是需要經常通婚 大家需要有共同的娛樂 然後大家需要這個居住在一個臨近的地方 那是因為我們需要friendship 他們可以培養friendship 這是共同體的第二個特質 我們需要friendship 需要affection 對不對 在這幾頁裡面 還有第三個是 就是我們真正共同體真正出現的 剛開始的原因可能是為了living 只是為了活著 可是我們最後為了living well 什麼叫做living well living well在這裡他說 living well是指 我們大家想要成為一個高貴的 從事高貴的行動 我們希望我們的行動是公正的 是勇敢的 是有智慧的 他是一個高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高貴的行動 我們是因為想要擁有這些高貴的行動 而組成一個政治城邦 所以for the sake of living well 他指的是我們想要擁有一個高貴的行動 那高貴的行動對free person來說 事實上就是大家在互相平等的 輪流自己的時候 展現出來一個好的德性 這個德性會照顧所有人的common good 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智慧 需要勇氣 需要節制 等等這些基本德性 你才能夠有一個好的 大家都是free person 和相互統治的一個體制 這樣 這就是一個這個man as political animal 他六個基本上的一個 一個敘述這樣 他界定了為什麼人 從這裡最小的一個community出發 就像種子一樣 你會想要去加入這樣的community 而且你會希望大家是free person 一樣的結合 這個跟每一個人都有語言是相關的 因為語言能力就是political capacity 每個人都有political capacity 因為他只有這個潛能 那我們會覺得把這個能力 能夠發展到最元首 是一個最完整成熟的一個人 那那個人就是住在城邦裡面的 這樣 這就是在講這個行動 總是為了某個目的 最後是為了要happiness 和所有的m都必須要擁有這樣 好 那到這裡我們還要再補充一下這個 雅里蘇德對於德性的這個看法 他對於德性的看法 又跟這個柏拉圖不太一樣這樣 柏拉圖會認為說 有知識的人就有德性這樣 如果你沒有德性 是你沒有完全真正獲得真正的真知這樣 這是一個完全理性至上主義的 對於人的這個道德品質的這個看法 可是到雅里蘇德 世上雅里蘇德他就修正了 他認為所謂的virtual這件事情 有點是human virtue這件事情 他同意柏拉圖一件事情 他是為了要過著一個良好的生活 而人需要具備的能力 所以human virtue越好 他其實意味著你越能夠過著一個快樂 一個self-sufficient的生活這樣 所以virtual他指的是那個exer 你有沒有那個卓越的這個品質 能夠能夠讓你獲得一個self-sufficient的這個good life 欸 差掉了 那到底human virtue需要什麼樣子的條件呢 對亞洲來說知識是不夠的 human virtue他需要說 他需要至少三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說 你至少需要有那個 那個一出生的那個錢呢 對不對 所以語言能力是你的一個一出生的那個潛能 所以人要有一個潛能 你才有可能出現那個德性這樣 那如果人都有語能 語言能要代表說人都有這個潛能 那第二是說 他認為virtual這件事情啊 他是需要靠習慣得到的 並不是說哲學家整天在書房裡面研究 啊 我終於得到真知了 我就是一個有德性的人 這樣是不會有德性的這樣 真正有德性的人你要怎麼做呢 比如說你如果要成為一個公正的人啊 大概是說真正有德性的意思是說啊 你要慢慢學會能夠在兩個極端裡面 去選擇一個最適當的解決方式 所以你要怎麼訓練成為一個有公正德性的人呢 你可能就是從小 你被派去做排長收作業 對不對 那有人沒叫作業你要怎麼辦 你要立刻就大衝罵他一頓嗎 報告老師嗎 還是要給他一些緩衝時間 讓他能夠去補作業呢 你就要開始去衡量你對他的作法 對不對 那有些人會幫助你 幫助你怎麼樣這樣 你要開始去想說 你要怎麼去對待你班牌上的人 你才是一個比較公正的一個做法 在兩個極端之中選擇 讓他很晚交 讓他晚一點交 讓他怎麼樣怎麼樣交這樣 那你可能後來被選作班長 那你就要決定 我們班出流要去哪裡 什麼什麼叫做幹嘛這樣 要跟大家討論這樣 那你可能後來就不斷地被選作各種職務 你可能就是參加了社團 被選作幹部等等等等這樣 你在每個職務當中啊 你都要慢慢去學習說 你要怎麼樣在兩個極端之中 選擇一個最適當的做法是最公正的 當你能夠在這種練習當中啊 慢慢不斷練 慢慢不斷練之後 你慢慢就會形成一種習慣 這個習慣事實上是 長期的練習 累積出來的一種能力 能夠在你在很短暫的時間內 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之中 立刻就辨認出 什麼是一個最公正的做法 這樣你就是一個最公正的能量 所以它是一個練習產生的一種習慣 然後這個習慣可以讓你 在兩者極端之中 在一個具體的情境中 快速地找到一個最適合的做法 那就是公正的 所以它是需要習慣的 然後它當然在選擇的時候 你是需要prudence 你是需要知識的 所以布拉路說的沒有錯 德性一定是需要知識 因為我需要去做判斷 怎麼樣做比較好 所以我需要prudence 可是這個prudence 就像我們剛才說 它是那種選擇行動的prudence 而不是那種自然科學般的知識這樣 所以今天勇氣也是一樣 你要怎麼做一個擁有勇氣的人 你不是太過就是太少 你攀到班上有人來去 有人來這個騷擾你們 你可能就衝出去把他痛打一頓這樣 那你可能躲起來這樣 那你可能出去先看這個協調一下 然後看勢頭不對趕快找老師這樣 你就不斷在這種不懂做法之中 去選擇一個最適當的做法 那個其實也就是勇氣 你怎麼樣去維持你們的生活方式 不被外在所困擾 那這個維持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是一個最恰當的維持這樣 那就是你的勇氣這樣 那是一個不斷地慢慢在練習當中培養出來的 永遠是在兩個極端當中過與不集中 選出一個最適合的解決方式這樣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比喻 這個練習得性 它就像練習我們生活中 其他卓越的能力一樣 比如說你可能想要學小提琴 那你剛開始學的時候 拉得超級難聽 不斷地會被隔壁的人丟那個 丟旅館啊 那你就繼續拉下去這樣 那你可能大概拉了這個 兩三個月之後 你可能會拉出一點點曲調來這樣 可是還是被痛罵 被這個隔壁的人說 這個超市啊等等 那你還是繼續練習這樣 那也許過了一兩年之後 你可以去拉出一個完整的這個曲子 那雖然並沒有非常的好聽 可是你心中會覺得有一點點滿意 會有一點點覺得還不錯 但是你還是要很努力的拉 很小心的拉 你才能夠拉出一個不走掉的一個曲子 對 你就練習 那有一天呢 你可能不斷地練下去啊 你就可以發現 你可以拉出一個很棒的一個曲子 可是你要必須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仔細的 就是非常專注的去拉 你可以拉出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曲子 那你就會覺得 欸這個 欸 你辛苦總算有收穫 我覺得還滿 也是開心又多一點對不對 可是當最後有一天啊 你發現啊 你可以輕鬆地拉出美妙的曲子的時候 而且你感覺到那個輕鬆感 你不再覺得拉出美妙的曲子是很辛苦的時候啊 壓力出手就會說 你就真正得到那個記憶的Virtue 而且你真正從中感覺到非常內在的喜悅 所以做一個公正的人也是一樣啊 你一開始 怎麼做都不太對 所以不斷地被罵這樣 非常的OK 那你後來很努力很小心地 回家仔細研究出一個最好的做法 在那邊上提出來 大家都覺得 嗯 這個方法果然是公正這樣 你就覺得稍微開心這樣 對不對 那到最後你可能就是 欸 很快就掌握到大家所有的紛爭 然後就輕鬆地想出一個公正的解決方式 欸 那你就是一個非常善於公正處理失誤的 那這時候你也會在從事公正的事情的時候 感覺到快樂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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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等於間接在回應那個 正義的reward是什麼 對他來說啊 人的生活啊 一個self-sufficient的一個life啊 他當然從你日常生活中 需要的這個necessity需要滿足 那就是你生活中的必要性 你因為必要性 你要去做某件事情這樣 他其實在你的自由是違背的 你能要擁有自由 你要做一個free person啊 其實你必須要能夠 必要性能夠獲得基本滿足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free person 如果你整天都要為了必要性奔走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做一個free person的 因為free person要有余裕去參與對自己的智力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那個余裕去參與對自己的自己的話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free person這樣 所以你基本的necessity要滿足 對不對 那你要滿足其他各種各樣必要的good 這些必要的good可能是你的這個 你喜歡的工作啊對不對 或是你喜歡的四號啊 或是你喜歡的這個音樂電影等等啊 這些是你喜歡的事情 可是YS會說啊 有一種活動啊 你會特別在其中感受到快樂 你這個快樂啊 並不是某種主觀的心理的愉悅而已 而是因為在從事這些活動的時候啊 你因為呢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你因為不斷的練習 然後不斷的形成一種非常好的一種判斷 然後成為一種習慣 所以你在從事這些活動的時候啊 比如說拉小提琴啊 比如說這個 這個做一個公正的人啊 或是做一個有勇氣的人等等啊 你在從這些活動的時候 因為你可以很悠遊的 輕鬆的展現出你卓越的能力 所以你在這活動之中 你感覺到一個內在的這個喜悅 那叫做你的internal happiness 這種內在的這個喜悅這樣 那一般來說這種內在的喜悅 你可以在各種你喜歡的活動中出現 甚至包括打電動啊 或是這個下棋啊 或是看書啊 或是寫作啊 你越是要去動用你的這個各方面的能力 然後這個能力成為你的某種卓越的一種能力 然後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你可以悠悠自在 然後展現得很好的時候 你越能夠從那個活動中 感覺到一種內在的這個喜悅這樣 那人能夠感受到最大的內在喜悅的活動啊 是政治活動啊 也就是說你作為一個free person啊 你要去參與這個self rule的這種活動 你要去參與你的這個 不好意思我的字還滿醜 你要去參與你的self rule的這種活動 你可以獲得最大的內在的喜悅 為什麼 因為他說啊 政治活動它實際上需要你動員的這個 德性是最多的 你在各種的所有的活動裡面 你都需要或多或少的公正 或多或少的節制或多少勇敢這樣 下棋也需要 下棋需要勇氣啊 需要節制啊 需要智慧啊 需要公正啊 這個拉小提琴也是一樣這樣 可是呢 只有在政治場域裡面啊 他需要的 他需要你在這些德性上面啊 獲得一種最高的 最高的磨練 和最高的這個充分的這個展現 你才能夠在這個活動中做得好 他需要動員你最高的公正的能力 最高的勇氣 最高的節制和最高的智慧 這種活動就是政治活動這樣 因為他 因為政治活動當然有最大的誘惑嘛 對不對 因為你很有意思從中這個 這個 corrupt 所以你需要最大的節制 然後你要面對這個最可怕的敵人 然後你需要用最大的智慧 你才能夠理解整體 真的是你神幫的事情這樣 所以他比其他相對生活中 小的activity 他需要動員你人性中 那四個重要的這個卓越的能力 勇氣 智慧 節制 公正 他需要動員全部 而且要動員到最好 所以亞里斯多可以說 那你可以想像 在政治活動當中啊 當你可以把這個四個德性 都發展到最好 悠悠的處理的時候 你的快樂喜悅是最大的 這是他對於人的這個看法 所以人做一個政治活動 也代表著他想要超越他的necessity 所以亞里斯多他其實也很殘酷 有話說如果我們亞典成本那些工匠階級 他們整天要為著這個生活糊口而奔波的話 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個free person 所以要不要給他 citizenship 我們其實是要保持懷疑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餘育去engage政治活動這樣 他想像的一個好的 亞典的成年男子公民啊 是你necessity啊 被努力解決了 你家裡有努力幫你解決necessity 所以你很多餘育啊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去研究政治知識 甚至學會打仗 學會打仗很重要 因為公民需要這個 能夠保衛城邦這樣 那你在這個餘育表現得越好啊 代表你的這個生活啊 他是越快樂是越提升的 而且你觀照到的面向更廣 當你從事政治生活的時候 你考慮到的good 就不是你個人的good 你考慮到你個人的good 其實跟城邦總體的good 跟各別其他人的good都相關 所以你觀照到的good 是更廣泛的這樣 那這樣子對待出來來說 他是一個最self-sufficient的一種活動 因為你如果只是關懷你個人的good household的good啊 他其實都是殘缺的 因為你沒有城邦 你其實不知道這些good 要怎麼樣安排是比較好的 可是當你擁有一個 整體政治城邦的視野 去安排城邦整體的good 那你就會怎麼知道安排你的household 你個人的good的時候 你對於所有good 該怎麼組合 你具有一個非常self-sufficient 又非常完整的看法 你知道也不需要其他對good的思考 因為你完整的思考的全部這樣 所以political activity 也是一種最self-sufficient的activity 它也是一種把你的德性 發揮到最完美的activity這樣 那人基本上都會想要做一個政治的動物 都會想要他的happiness 你看你如果完整的擁有這全部啊 所以就是說你具有一個happy life 他是一個most self-sufficient的life 那你的人生呢 事實上都是為了要追求 這樣sufficient life 而去追求一個一個一個的目的這樣 那能夠最後能夠參與政治生活的人 他其實就是一個最快樂的一個人這樣 他也把人的德性發展到最好 那這也是人做一個政治動物的意義之一這樣 對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人是政治的動物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懷疑還有問題這樣 可是啊你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想去以為 以為亞里斯多德會去說 欸那現在我們當代有一些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的差別嘛對不對 那亞里斯多德一定會覺得民主體制比較好了 他會不會覺得威權體制最好都轉型成民主體制比較好 因為大家這種看法來說 事實上所有的政體都應該朝向 大家都能夠成為free person 都能夠成為citizen 都能夠一起參與政治 這是人做一個political animal 最高的achievement 最高的成就 也是最高的快樂 那是不是每一個政體都應該朝向那個方向去發展呢 大家都要成為一個最民主 而且民主的品質要好 因為大家必須要有充分的能力去參與這個政治這樣 那大家是要成為一個品質最好的解釋 最多人參與的一種民主體制呢 這是不是就是亞里斯多德跟每一個城邦的建議呢 答案不是 這是有趣的地方 亞里斯多德不會跟你講說 那當代的威權政體像俄羅斯像新加坡 你們就應該成為一個民主政體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政治的動物 你可能可以 當代世上有很多人會從 人就是真的的動物來去主張為什麼民主是好的 因為民主是唯一可以幫助人 把人的political capacity 完整發展的體制 所以當代有一種民主的主張叫做這個政治能力發展說 即使現在大家沒有政治能力 因此大家可能民主選舉投票 可能會投出很糟的結果 可是我那樣給你民主 因為民主可以幫助你可以每天的練習 不斷的練習 那你的政治能力就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好這樣 所以民主這個體制是要幫助你的能力 幫助你原本有的政治能力這個潛能 發展得越來越成熟這樣 這是民主的能力發展說 後來的John Stoeman 其實是主張這種看法的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亞里斯多德 他會不會因此建議 我們當代的威權政體 因此都去實習民主 幫每一個人成為一個政治的動物呢 艾斯多德大概不會這樣看 因為我們回到我們隊員主講的 他認為政治學做一種知識 他是一種實踐型的知識 他是幫助每一個在政治場域裡面 遇到各種具體環境的人 做出適合他們行動選擇的人這樣 那威權政體的人啊 他是不是在他的威權政體底下啊 要去推動民主改革 所以說那看情況而定 你要真正了解政體 你才會知道每個政體該怎麼做 也許他的政體 現在這個狀態是比較好的 在什麼時候他應該要病得怎麼樣 是比較好的 我們都必須要研究各個政體的特質 我們才會知道怎麼做這樣 所以我們光是知道人是政治的動物 因此去推敲出 人好像都應該過著一種free person 相互自己的生活 這還不是政治學 真正的政治學要從這裡再出發去問說 那每一個個別政體的國家的人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政治選擇比較好 不一定一定是去實現政治動物比較好這樣 那到底有什麼其他的價值 讓成為政治動物並不一定是一個 現在都必須要對球的目標 其實就是stability existence 就是living well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但是沒有錯 可是很多政體啊 你要他立刻改變成民主政體啊 會直接威脅他政體的穩定性的話 那這就很危險 尤其是有些政體事實上可能 有錢人非常的巨大 有錢人集團 你根本不可能推翻這些有錢人集團 除非我們研究政體 所以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給這種建議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研究政體 所以我們就跑去政體的研究了 有沒有 所以政體的研究很有趣 它不是研究人的本質 不是 如果你只研究人的本質 你只會推出這個東西來 你沒有辦法給個別政體 他們真的應該有人建議 如果你從人的本質 人的nature去討論的話 可是我們就要研究人的世界裡面 人自己創造出來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方式 這跟他的本質沒有密切相關 可是我們知道這種政體 對他的各種生活方式都相關 我們要怎麼樣去研究這些 各種不同的政體 然後能夠去找出給他們最好的建議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跟人的本質是一樣不同的一件學科 是不同的這個學科 人的本質的學科 其實還多半比較像是自然科學 對不對 只有對政體提供給真正務實的知識 那才會真正比較像是 我們剛剛還在講那種 Practical Science 實踐性的這個知識這樣 所以我們要去研究政體這樣 我們會會說 我們應該會說 我們下次再問你 我們一定要說 臂部的這次 表情 Gadig 有個秘重 有個秘重 的